我怀疑我家仓鼠的牙是铁做的 自从上次给大肥做了一顿豪华的补盖餐之后 他就开始每天不停的咬笼子 就在今天 我竟然发现他咬断了笼子上的一根铁丝 就是这根 吓得我赶紧给他检查牙齿 还好没啥大问题 现在这个缝隙已经比较大了 为了防止他逃出去 今天就给他换个咬不烂的笼子吧 先来一个咬不烂的底盘 然后给他铺两包冬天必不可少的纸棉 是粉色和白色 虽然大肥是个男孩子 但我一直把他当做女孩养 这个粉色也很适合他 你们说对不对呀 然后铺一层香香的直立 这个是用来除臭的 用量的话根据李家笼子的大小来放就可以了 还有冬天要用的棉花 用手撕开方便鼠鼠做窝 我现在拍视频我就不撕了 并不是因为我懒哦 然后是大肥的厕所 这个尿沙是昨天给他换了新的了 现在就用我神圣的筷子 把它清理干净 然后放到角落就可以了 还有大肥的饭碗 我看粮食还没吃完 我就不给他加了 还有水壶 尽量放稳一点 不然很容易打翻 最后撒上一些香香的花干 做一个精致的猪猪男孩 大肥的笼子换好了 希望他不要再咬笼子了 心疼我的荷包呀 我看粮食还没吃完 我看粮食还没吃完